第一次认识贾玲 是在2010年的春晚上 她的一出大话捧道 让我见到了一个女相声演员 贾玲 而第二次是在春节的电影院里 她的处女作《你好李幻英》 又让我见到了一个导演贾玲 但是没想到 她像有魔力一样 让我在电影院里哭得稀里哗啦 啥也不说了 二月的焦点网红 贾玲早起 各位看官 我是评测up主的up主李一 我早就说过 大家都不是肤浅之人 能点开这个视频 一定是被贾玲的才华吸引了 但是我倒觉得 贾玲才是真正的靠脸吃饭 也许你只看到了 靠脸吃饭的第一层 但是实际上贾玲在大气层 起飞 哎飞 借着李幻英这部处女作 咱们就来探究一下 贾玲是怎么在一众 顶级导演的夹击下 脱颖而出的呢 我先问一下 你觉得一个人才华重要 还是颜值重要 前者扣一 后者扣二 鲁迅曾经告诉我们 看事情不要只看表面 所以我们去后面看 所以我们不要被贾玲的颜值所蒙蔽 就要全面的了解她 回看贾玲的前半生 我只看到了两个字 逆袭 1982年 贾玲出生在湖北襄阳 父母都是工人 从小就很有表演天赋的贾玲 在2000年就来到了北京 报考北电和中戏 结果全部落网 不服输的她 第二年又再次报考 这才拿到了中戏 戏剧表演和喜剧表演的合格证 这算得上是贾玲的第一次逆袭 这里有个小插曲 当时学校通过电话 询问贾玲的妈妈 报考异想 结果因为妈妈李欢迎的口音问题 学校把戏剧听成了喜剧 就这样 贾玲阴擦阳拓地 进入了一个冷门的喜剧转业 贾玲刚上大学的时候 妈妈就意外去世 这对刚刚步入社会的贾玲 打击非常大 没有让妈妈过上幸福的生活 成了贾玲心中永远的痛 这也为二十年后的电影 埋下了一个种子 虽然报错了专业 但是贾玲却因此因祸得福 因为当时相声班的老师 正是大名鼎鼎的冯拱 我吓死你们了 颇有喜剧天赋的贾玲 在冯拱的指点下 更是如鱼得水 大学毕业那年 贾玲参加了全国相声小品的邀请赛 获得了专业组的冠军 而她当时站着的对手 还有黄金搭档 过得刚鱼签 尽管如此 贾玲的相声事业 还是充满了尴尬 这正如她所言 自己说相声 就像女生禁错了澡堂子 传统相声往往是插颗打魂 竟说一些黄段子来搞笑 但是女生来讲 这些黄段子显然不合适 这种自嘲自讽的技能 肯定不是谁都有的 但是凭借着贾玲的才华 她开创了全新的酷口相声 在传统相声的基础上 丰富了表现形式 拓宽了舞台的空间 逐渐成为了一种新型的相声形式 在坚持了六年后 贾玲和白凯南带着代表作大话捧斗 登上了2010年的春晚舞台 贾玲终于成名了 她实现了第二次女生说相声的逆袭 如果说之前 贾玲只是在相声的小河里划船的话 春晚过后 贾玲才真正将这艘大船驶入了汪洋 2010年之后 贾玲成了各大卫视春晚的常客 演出节目也多是她的老本行 相声小品 但充满了综艺搞笑天赋的贾玲 不止于此 随后便开始涉猎各大王牌的综艺节目 包括百变大咖秀 欢乐喜剧人 王牌对王牌等 一度成为了综艺节目的香伯伯 然而在综艺上半丑薄笑 也让贾玲在被迫不断突破自己的下线 毕竟哪个女生不爱美呢 乔碧罗除外 贾玲不顾一切的为了搞笑 也逐渐让自己从笑话变成了笑话 痛心的师父冯拱也曾打电话痛骂她 问她以后还怎么嫁人 实际上 看似幽默无害的笑脸之下 也随藏着贾玲不甘于此的野心 尽管颜值一路下滑 但是贾玲却是来到了 靠脸吃饭的最高境界 凭借着自己的影响力 2016年 贾玲正式成立了自己的公司 大碗娱乐 诶 这个灵感是不是来源于吴亦凡 你这里见我的要什么还 开启了包括小品 喜剧电影的全方位布局 聪明的你一定看懂了 到了此刻的贾玲 已经不再是一个人单打不斗 身边早已环似张小飞 徐俊聪等一众虎将 谁又能知道 贾玲想要对标的 是开心马花 还是得云社呢 其实到这里 大家应该也能看到 贾玲的逆袭三板斧 相声敲门 综艺铺路 电影才能实现最终的收割 咱们聊会这部电影 看过李幻英的小伙伴 可以抠个一 没看过的抠二 虽然贾玲没给我打钱 但是我还是建议大家 如果有能力的话 一定要去电影院感受一下 这不能让绝大多数人 泪洒当场的催泪蛋 才真正打响了 贾玲逆袭封城的第一枪 电影能为大家一致好评 无非两点 贾玲对于母亲的真情流露 和巧妙的剧情设计 这部影片的话龙点睛之笔 我就不剧透了 大家可以去自行感受一下 但是在电影的背后 其实都是贾玲 臣服多年的精心布局 靠着吉祥的个人影响力 一步一个脚印的 为自己的理想铺路打桥 其实这个处女座能如此成功 就算是贾玲也始料未及 不然也不会轻易丢出 破30亿受成闪电的flag 票房线如今 怕是要朝60亿的大门狂奔了 但不管怎样 在如此的运筹帷幄的布局下 贾玲的电影总会成功 不是这一部 就是下一部 因为每个人都认识贾玲 他才是真正的靠脸吃饭 建议各位把靠脸吃饭 打在公屏上 好了本期名利场就到这里 我知道大家也都是靠脸吃饭的 建议给这位靠脸吃饭的大师兄 一个三连 我会继续更新 评测当红up主的名利场系列 和面向传奇网红的风神榜系列 下一期 我们重新认识一下罗老师 如果感兴趣 欢迎关注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 在下礼仪 后会有期